开拽节的脚步近了 很多民众是冒险跨州回乡 而病毒扩散的风险也在增加 昨天卫生部证实 有一名从吉隆坡返回吉兰丹待产的孕妇 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 于是国防部长伊斯麦·沙比里今天就宣布 对于那些屡劝不听 硬要碰运气尝试跨州返乡的民众 从今天起 警方不再只是口头劝告 还会当场向他们开除罚单 不再劝告直接开罚 那话虽如此 从网民拍摄的视频可以看到 今早南北大道丹容马林收费站附近的路段 长长的车龙犹如大型停车场 不止丹容马林 从大道局发布的路况也不难发现 雪龙各个衔接外州的大道都出现车龙 显然没有把警告当一回事 虽然政府禁止民众跨州 不过国防部长伊斯麦·沙比里表示 如果民众有紧急事件 比如有亲属事事的话 还是可以提出跨州申请 但这并不代表民众可以滥用这项便利 以斯麦·沙比里也警告 那些通过老鼠路或者小路回到家乡的民众 不要以为成功跨州返乡就会没事 因为警方会追查这些人并对他们采取行动